你想过吗 如果一直在长大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 没有 我只想过 如果我留在美国 我不回来 那个是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然后是初几 要去什么去美国 初三 初三是吧 你知道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小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就挺想出国的 一个成都也就只有一个百货厂厂 一个百货厂厂 也就这么一两条 那种好看的裙子 可那个时候去美国的话 哇 他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 你看东西可多了 我觉得我一下就被资本主义 给震住了 然后就觉得 不是 我觉得美国太好了 特别想去 所以我知道能去的时候 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可是去了三个月 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我在家里 是不是就一个中国女孩 那时候 就我一个 就我一个 对 完全找不到同类的感觉 然后 我觉得就是那种 文化的那种孤立感 我记得第一所学校 有一次 formal dinner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问说 你们是不是还是吃粗眼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你也不知道是该生气呢 还是该嘲笑他们 因为你自己本来感觉很弱势嘛 英文又不太好 然后也不会像美国女孩 那么会social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 awkward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完了还被问这种问题 你知道那种感觉 特难受 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 13年 很压抑 最主要是孤独感 你现在让我再去美国生活 我觉得我待不了一周吧 我不行 我真的是喜欢热闹 所以当时就想不会在美国留下来读大学 我不要 所以其实家里还是比较不太开心 觉得给你找了这么好的机会 人家都好好的在美国 多有面子 但是你又不珍惜 爸爸怎么安慰你呢 他不安慰我 他不安慰你 当然很生气 当然很生气 没有安慰我 回来什么打算 再回到中国 回来我就想回成都玩 成都多好 后来我爸就跟我说 你不能待在成都 只能北京上海 你选一个地方去读大学 第一开始是北大吗 还是去 没有 外交学院 很小的学校 对 我一下飞机以后 然后自己打车到学校什么的 我觉得司机一路都在骂我 你问他什么事 他都挑着回你一句 下车的时候 我抽了100块钱 我扔给他 我师父 我说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没有必要骂我 一会儿不用找了 就走了 还不用找了 真是便宜的 我其实就挺不适应 北方人说话的这种方式 我冲 那种愣 冲 特别冲 但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你都已经失败的从美国撤回来了 北京如果这一战再撤的话 你就完了 那我一定要在北京好好的扎扎实实交几个朋友 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北京 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很喜欢北京 你是大概2003年开始进入集团的吧 对 决定进入之前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呢 那时候 吃喝玩乐的吧 对啊 开过这个卖这种首饰的这个小店啊什么还有餐厅啊 就在那个成都的春夕路上是吗 对对对对 骨子里面有一种做一个漂亮的老板娘 对 拿把刀 火锅西施什么这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那种比较美一点的东西 因为爱美嘛 对 那个持续多久 可能是三年 三年的样子 很好玩 所以那三年时间为什么结束呢 为什么不继续呢 当然了 我觉得我爸也对我形成了这个 就是他设计了很多这种坑嘛 对 因为他一直还是希望能够让你回去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在他看来 因为以前我不是自己还想去这个唱歌啊什么的 然后爸也打击我嘛 我还说你会唱歌里面你不是长得漂亮的 长得漂亮 你也不是会唱歌的 长得蝶子 是啊 他说那个你唯一能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你有个我这样的爸爸 我说那你不能资助我吗 他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的资助 我不能资助你 然后我就三天没理他 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些非常会唱歌的人 我才发现自己 其实不太清楚 差事有多大 不过我现在还是一个那个很高热的 你现在可以说是做商业里面唱歌唱最好的 我是卡拉OK里面的好选手 对啊 我是卡拉OK选手里面最敬业的 你最拿手是那首歌 没有拿手都行 我发现你谈这些事比谈故事管理要兴奋多了 那是 成都的那种 它的那种美就是不做做的 然后还是很有娱乐精神 跟那个要要高兴那个就是 对 其实在这成长的人的感觉就会很安心 很那种很放松人 对啊 对 我们要更洒脱一点 我觉得更放松一点 对对对对对 对 你看你看你看就牛吧 这个麻将这麻将管挺牛的吧 特别好 咱们坐在打一句 来 从一哈 你会吗 我不会 但我觉得好有手感 果然是十三腰 谁能帮我拍一个照好吗 你要摆一个特别像赌神的姿势 拿张牌 你得 对 你还在看牌 还很会演吗 谢谢啊 行了哈 行了哈 行了 谁一号 哈 好逗啊 你看这房子的感觉挺好 他都不是那种做旧的那种感觉 你看你看 我跟我老公回来 他就就喜欢找这种地方 这个是原来的 一点没变 如果你要去投资拍电影 你想拍什么呢 我基本上不会投资拍电影的 虽然我那么喜欢电影 但这个貌似不是一个好生意 如果他需要你来支持他拍的电影 你会支持 他不要 他不要 而且他的这个 他现在这个年龄 可能他自己还挺想证明自己的 当然 所以他特别还挺介意 你觉得你的家庭给他带来压力吗 当然了 但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 我由衷的佩服我老公的心态 就是他这种比较 他挺自在的 他很自在 而且他比较没有目的的一个人 他当时最初吸引你 是不是也是这些东西 还不是 当初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对电影感兴趣 就是一个唯一青年的那种 一个唯一女青年的这种 对 完全是唯一女青年 对 我老公也挺帅的 对啊 你以前是很想拍电影 是不是 我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你在短期内传一个组 然后就在一个时间内做出来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可以流传那么长时间 这件事诱惑太大了 你觉得比做企业刺激 本来流传那么久啊 这个作品好 他自然就剧业长青了呀 你们天天在做企业 天想剧业长青 寄托一个又一个的产品 一代又一代的人 不停地跟换你的组织 累不累 人家一个产品 人家一个产品 就长青了 对呀 就长青了 那很牛啊 对吧 那对你来说 比如说 把公司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就可以更放松去做自己想做 就是或者说你更 你现在也没有那么强 我以前老觉得这个问题 是个yes or no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其实是个 逐渐逐渐角色转变的问题 但是它永远不会有一个 我所谓的我想要的 做的事情 没有 我觉得我会把职业生涯 跟兴趣爱好 去做一个区分 有一个主线的一个事业线在这 并不会说我完全离开它 我跑去真的干电影导演 或什么的 你想过吗 如果没来这 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拒绝反叛到这个传统 前春西路到了晚上斗云夜市 为前开这张店的 然后所有的这帮时尚人士们 基本上就基于这个点 和那个德克市那个点 中间会穿梭嘛 那是小菜妹吧 你这样子大班的 开酒吧小菜妹 还好 应该是属于他们跟我的外号 是时尚先锋 时尚那个风 疯狂的风 疯子的风 对 还没有 还没有时尚先锋了 哇 你这还很感慨吧 你碰到这 当然了 所有的记忆都浮现了吧 那些不靠谱男生都浮现了吧 哎呀 傻的腰啊 自己也不多 没有多考虎 关键 哈哈哈 就是这家店对不起 已经变成雀丸箱了 啊就这个地方是吧 以前没有那么大 我只有这个的 就这么多吧 这是三个呢 从这到这 那比较大边 你知道我们这一多么像这个 像那上面字吗 那个你知道的太多了 哈哈哈哈 是吧 哈哈哈哈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就这儿 就这儿 啊 现在是人物游在这个景色全飞了 对对 倒过来了 所以现在时代风 就这个环境变态 人面不知何处去 小店依旧笑春风是吧 对啊 而且人家这个还开串箱了 就在这儿 嗯 走吧 我们往这个新时代走 流水多少 那个月的时候 记得吗 我有售高的时候 一天就能卖 一万多 哇可以啊 谢谢 嗯 可以的 可以多多的有 对对对 特喜欢人家夸我 老跟人说 我说特别想夸我 人家夸我越鼓励别 就我就说 但如果说 后面后面没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已经的这个平台 你觉得你会折腾成什么样呢 按照你对自己的理解 噶尔艺术什么的 哈哈哈 嗯 嗯 会变成一个开了几十家连锁店的小店的这种手饰店吗 会这样吗 嗯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可能还会搞点那个更更有创意类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这种东西点子创意啊 然后能够付出实现啊 往这方面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还是需要有partner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种好像特别典型的生意人 企业家 嗯 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有partner 嗯 什么情况 那我们就不拍了 不拍了 不拍了 接下来十年 我觉得农业大有可为 嗯 真的是 哎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必然会跟这个集团捆在一起 跟他的命运是不能分开的 没有 我到现在还在怀疑 哈哈哈 你爸就会生气吧 哈哈哈 对啊 真的吗 我真的还在怀疑 真的 嗯 其实我的信息爱好也挺多的呀 没准我以后也干点别的 嗯 最想做什么 因为你想当CEO真的是很累 我觉得我也不太想一直这么累吧 嗯 那当你比如父亲决定说让你来做这个联席的这个CEO的时候 嗯 你是什么 因为一开始特别特别的慌乱 对 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呢 你肯定不是说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 嗯 跟人家一步一个脚印 对你从下面一点上来人是不一样的 最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比如对你最头疼的 嗯 对人的把握 嗯 还有特别害怕对这个行业的趋势有误判 嗯 对因为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嗯 那么大一个组织吧 你一开始在上手的时候 你总是觉得害怕这个脚底下不踏实 嗯 而且真的是每天早上四点钟 自己脑子就想事想醒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 嗯 我这人心挺大的 当时公司应该是五五万多还是 那会儿也是六七万 对对对 所以那么大一个组织吧 我就是说想了解这个组织 嗯 到底在别人眼里心里是怎么样的 嗯 只能通过面对面的聊 什么层级我都聊 我的时间全部都在聊 我一天有的时候聊十几个人 就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说多了话 会不会这里觉得很压着慌 我就会就完全这里喘不上气的感觉 嗯 就这样 嗯 他们后来翻出来那几年前上任的那张照片 嗯 我看还有那个吃瓜群众的点评说 还穿一身chanel 然后那个表情还怎么样 其实我心想搭点评都挺对的 其实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找找北 我觉得感觉 就是胆还挺大的 我感觉 嗯 你坐这个位置你要 其实你要处理巨大的一个规模问题 那现在比如回忆起来 你觉得四年你给这个组织带来什么变化 你作为CEO带来的 我觉得就是说专业化 我们在全国有10亿只的禽的屠宰量 我们有200多万吨的肉的这样一个量 这个规模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样的规模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任务 其实就到这可以了 你怎么面对这种规模 你会把它怎么分解 比如分解成什么 因为这个组织来完成 我不是说以前没有专业化 但这个专业化不够系统 我们有一些体系 我们有一些规则 但毕竟我们才只有30年 我们要做一个百年老店 想基业成青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特别特别能够经得起 我们在国内 大家会觉得说 优秀的国外的企业 太这个一板一眼了 流程太长了 它确实通过这些流程有一些耽误 但是好是好在 他们真正对组织的这种认识 对规则的这种认识 他们最后真的是实现的是 制度在管事情 而不是人在管人 我觉得我这一代 我觉得要做的 就是把从人来决定事 靠一个人来成败 变成一个组织 一个体系打造专业化 我觉得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种兴奋感最强烈的 就是多巴胺分泌 最强烈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就看到业绩的报表的时候 那种结果的时候 那当然会 上这样一个位置 这么大一个组织 你做CEO这些 真正要扛业绩的 以前是后面 你总是有人可以靠 现在就逃不掉了 这种危机感始终很强是吗 始终很强 否则怎么可能早上四点睡不着 现在好些了吗 没好些 我从小就是被打压出来这种危机感 那天早上我很不舒服 八点钟 然后我爸说 那个Angela呢 就是问我 在睡觉 我就听见我爸说 那不可能睡懒觉的 他从不睡懒觉 我蹭过去 我爸我确实在睡 我八点我确实不舒服 就那种从来就不让你睡懒觉 不让你太舒服 太舒服 从来没有过 然后我小时候几岁去广州旅行 所有包都我背着 并没有说给你刻意的创造那种要宠着的感觉 金钱对你意味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要深奥 随便乱说 其实我也在想 在想一个问题是吧 对啊 金钱是怎么说的 这还没有解开的一个谜 金钱啊 还是很重要吧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么推崇 金钱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是有点太推崇了 宁在宝马里笑 你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觉 也不无道理啊 就是说这个物质基础 你是得去追求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追求 它本身也是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前两天我有朋友还嘲笑我呢 我在买那个什么投资股票到处问人 他说你那大老板你还要关心那么几个点 我说理财是一个人基本需要的能力啊 福布斯的榜单或者什么忽日榜单 比如说你20岁跟年轻人说 你账面资产有25亿 就什么感觉 一点感觉没有 因为你实在根本不让 你不可能用那么多 我一年的花费 除了买包以后 以外都是给娃娃老公买的 你用多少钱 跟你能够支配多少钱 那是两回事 对吧 那些钱你永远不可能用 但如果愿意 它是可以变成你兜里的钱的 你拿来干嘛 你也花不了 你用多少钱你知道的 其实这部分更私人的钱 为那部分我会去河里去支配 公共的这种财富 我更多的是它的支配权 即使这些东西都是我兜里钱 我还得找个事业 让它赚起来 这样才好玩啊 要不然你玩啥 你守着一堆钱干嘛呀 你有病啊 又没有增值 对吧 不是你会觉得 钱有它很危险的一面吗 太多了 这真的是责任啊 是社会责任 这个责任意识 什么时候变得特别强的 意识到的 这不是一个责任意识 这是一个价值观还是世界观啊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属于我的 真正属于我的是所谓的工资 我真的是自己赚回来 那些东西真正属于我的 那些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 所以我在那些金钱里面 会是最自由的 那么我想怎么支配它 怎么支配它 我只想对我自己在这个部分里面去说话 而这个部分更多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那是我另外一个角色需要去面对的 因为你只有用这个价值观 我觉得自己才会端正 嗯 做这个角色的成本才最低 嗯 比如说在很多社会里面 这金钱都会转化嘛 他们第一代有钱 接下来会去办大学 办教育 去做美术馆 它等于把金钱变成一个社会进步力量嘛 就对你来说这种东西的诱惑大不大 不是诱惑 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个必然 我们现在就看现在这些企业家 我觉得他们也越来越有社会的责任感 嗯 而且他们也更世界人的概念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 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跟我周围的朋友 我们也会啊 嗯 我爸爸妈妈也做 嗯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定会这样的 嗯 嗯 嗯 你会介意别人说你是富二代吗 嗯 原来有点介意 以前特别在乎什么原因 是心虚吗 哈哈 也有可能是心虚 可能是不自信 对对对 然后特别想证明自己嘛 嗯 嗯 嗯 我就我还挺早就开始想要做点生意 什么的 我初中那会就 就是那个做那个雅芳小姐 那时候最为特别流行的 雅芳小姐 对雅芳 然后我们住校嘛 到了晚上一熄灯 我要拿着电筒 推开人们一照 这颜色怎么样 这化妆你知道吗 就那个时候就走 自己当model 然后对对对对 然后图上然后就给卖东西 就卖卖化妆品 嗯 有钱我真一直都没觉得我有钱过 今天真的没有过 我真的没有 我到今天我会觉得我一天不工作了 我这个后盾就动摇了 我家里也是一直给我这种感觉的呀 我其实过去也会蛮羡慕说王思聪 他们说爸爸去给你一个亿 然后让你去去做一些东西 嗯 我就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都是我都是爸爸借钱很少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有危机感的 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后盾 从来没有 我每每个月我都会跟我老红说商量一下 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我说要是我要是不上班了 我说你那个光靠干电影行不行啊 我说你还是 你是不是能够更现实一点 哈哈哈哈 他怎么回答你呢 他没问题啊 他说媳妇他说那个你放心吧 哈哈哈哈 他说现在电影上好着呢 哈哈哈哈 你们要开会是吗 哎 你们坐你们坐我 你们一晃这坐会就好 从医疗大健康这块 我们做了一个三连的投资规划的 应该是钢要 嗯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医院 进行一个收病购 将它迅速实现一个 规模的累积和一个投资效益 定位的定位的 这个放到大专科小综合的这种医院 但是你这个综合型的话 你对于体系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你的这个体系的支持的话 就必须要跟这个 那本质上面相当于是我们去硬件他们去软件了 所以理由这个东西还没有技术迭代性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在强调自己这个IP的一些建设呀 或者是那种那种产业的一些 对 这些是我们来说 而且我觉得你建立了IP的 还是要精准的去投放 这种托管的模式 我们的壁垒在哪里呢 就我们可以做 别人也可以做 但你的这个核心最后 还是要锁定在你的这个商业模式 你的利益分费上面 那比如说你说 你像以前你父亲早上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企业 包括这个行业 它是follow日本怎么样 欧洲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现在你们会变成一个 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么30年 这么一个长的历史 然后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区域 就它给你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种 对公司的认同感吗 还是什么 我觉得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别人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史 在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多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的 当我去梳理过去30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历史给到 我们有一些好的转折的机会点 或者是政策 有一些好的明显的这种一些开放口 我们都踩到了这个这个点 并且提前了半步踩到这个点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反过来想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一定是这帮人 一直坚持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退缩过 第二个他一定非常相信这个外部的环境 它不会变 如果他们几个不是特别正向去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 相信我们改革开放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话 他不会还这样踩着机会上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外面的人会看起来他们会把神化了 但事实上在我看到都是特别普实 最内里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都最简单了 比如说你父亲这代人 他们是其实在就判断觉得未来30年会一直很好增长吗 市场会怎样对你来说呢 因为现在的判断不仅是中国经济环境也是包全球的 你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为未来这些10年吧 我觉得农牧跟食品是大好的年头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互联网还有移动互联 确实它是一个时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绕不过的 你就在节骨眼上了 而这个节骨眼本来它是很大的危机 同时它也是机会 当然了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肯定是有技术能力的人去引领 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是一波一波的 有些行业快一点 有些行业慢一点 而有些行业它依赖原来线下的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 甚至更重要的 它越来越波及到后面的这些行业的时候 它更多的就变成一个工具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不要怕 坚定的去改 好事好在呢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它是一个当地去索取当地去销售 它没有说我拿这里的资源卖到外面去 而且它是一个很民生的东西 我们在埃及 他们那会打仗 打仗也是要吃东西 反而我们的很多原料 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村民也都拿去吃了用了 大家反而还挺感谢你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狼性的行业 包括你 比如说你14岁读书的时候 别人问你是不是还吃粗眼 那是中国是个形象 然后不到20年时间里面 然后你们是你们是去了要地方买各种东西 中国要去开场干嘛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 你们的时候到了 土豪 对就是一代人 就这么一代人 这种非常的dramatic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好像得看大家的眼色 你知道吗 小丫头的那种感觉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 你每次出国 哇塞全是中国人在购买买买买买 哪哪海关都说中文 美国人眼里出现了那种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这都是很明显的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 我英文也说的办好不好的 然后还能用我这个办好不好英文 经常还跟国际友人们谈判 哎呀我觉得感觉可好了 就一扫当年那个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那个怨气 对 比如你观察你周围的年轻的同事 包括合作伙伴包括谈判 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跟上一代普遍是这个区别吗还是 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习惯了从小就是听 就全世界听同样的音乐 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 也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 对于这些东西已经有天然的包容性 比起上一代来讲 所以更容易去建立文化上面的沟通 我自己就是个四步向我觉得 老外很喜欢我 觉得我很西化 沟通很直接简单 我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 我跟他们也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沟通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四步向不也挺好的 包括比如说你父亲创业的时候 中国人的差别不大的 比较差别不大的 到你这代人的区别巨大无比了 是在塔尖上最顶 对塔尖那批人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对你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对 我真的有点答不出来 因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她说我回过头来想 她说我们那个年代 虽然说穷 但大家都穷 一平二洗的 再辛苦 当然都是高高兴兴的辛苦 因为没有差距 她说你看你们这代人 环境完全不一样 条件完全不一样 你们的竞争多厉害啊 你们的内心是多痛苦啊 你会对比如同龄人的困境 感同身受吗 比如他们在公司里面奋斗 可能奋斗好多年 在那买不起一套房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好问题 我以前不会有那么大的敏感 就到领导岗位上 我就觉得了 我最怕 我心虚的就这点 就别人来跟我说 说你对于薪酬 比如分钱 年底要分钱了 对吧 谁应该多一点 谁应该少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去看这个工作的表现 但你在下一级的人 他们的需求 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话 你就觉得踩不到你 你不知道这个阶段的 这个年龄的人 他最需要什么 比如对你现在一个 你自己个人 比如你是一个母亲 你也是一个公司负责人 那你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让你最忧虑的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 肯定每个人 是女 公司女生特多是吧 我看着好像一圈 没有 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应该解决眼高手低的问题 就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有知识没有常识的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大家都很能说会到 但是真正的这个在实践的时候就眼高于手 然后就不能够这个知行合一 就不能够 就是你你会说但你会不会做 那么公司需要来承担这一部分所谓的专业的职业化的教育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累人的 但是你也不得不做 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 你觉得 我原来有 我原来有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自己还算好 因为我从小家里会不要在意劳动这个事儿 你就数鸡蛋你也得干活 出门你背包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做这个慈善 然后我们到这种偏远山区帮大家做那个白内脏手术 我连续去好几年 他说你看像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子女会特别的这个体会 我说我也不是啊 你做这样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说你是体会一种没有前人的生活 或者说你感受一下社会疾苦 我觉得不那么单纯 我打那个杂工嘛 因为我们做志愿者 我们就是门口放人进去的 最后一粒手术了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粒 后面还排了一堆人 有的是年纪特别大的 有的是年纪特别小的 有的是很远之外 骑着马出来的年轻人 你怎么去选择 其实这些事情也是很社会性的 这些东西也是你在这里面体会 他觉得是多维度的 觉得是你平时遇不到的这样一些抉择 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年纪 他们也去做这个什么支架啊这些 我认为不是不是不是不好 应该是很好的发心 可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改变现实问题的人 他一定是了解社会的 了解人民的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构成的 然后这些现状是怎么样形成的 循运渐进有策略的去做的人 而且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社会经验 管理经验生活经历的人去做更好 你不应该为民众 nepinner 你不明白 我是和我一样 你不过去的那种